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C-Sharp的流程控制 那刚刚那个是运算式和基本运算的部分 那到了基本运算会了之后 然后变数会宣告了基本运算会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是if这样的判断 那再来就是for,while这样的回圈的运用 那这两个会运用之后基本的程式其实就差不多可以了 那再来就是阵列、函数、五件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if判断 那if的运法是这样 就是跟C元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if然后运算式然后就一个大括号 那一个区块 那在L10后面还可以再跟着下一个if 那最后一个L10就通常不会再跟if了 那有时候也会啦 如果你再继续跟着if 那最后可能还可以继续写 或者是最后没有L10也可以 那举个例子 像一般来讲我们说考试如果大于60分那就是及格 对不对 那小于等于小于60分就不及格 大于等于60分等于也算及格 所以我们会这样写 if score大于等于60就运出及格 否则的话呢我们就运出不及格 那各位知道在那个美国他们的学制哦 他们是不打一分两分三分这样的 不会打说89分 他们只打几种东西就是A B C D 那所以呢一般来讲我们可能会把90分以上就转换成A 那或者他们还有A加的 那90分以上如果转换成A 那80分以上转换成B 我就可以这样子写 if score大于等于90 degree就等于A score大于等于80 degree就等于B 这里有个问题哦 那如果我的score是95 那他执行了这一个之后 degree等于A了 他还会执行这个吗 不会哦 因为你是写在Ls里面 写在Ls里面是已经排除了这个情况了 所以他不会再去设定degree等于B了 所以只要是大于90等于90的那些 因为他写在Ls里面 但是如果你不写在Ls里面会怎么样 如果你只写if score大于等于90 degree等于A if score大于等于80 degree等于B 这样他最后呢 95他还是会给你B哦 他还是就一直写下来 如果if score大于等于70 degree等于C 然后接下来 if score小于70 degree等于D 这样你去做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最后他会得到一个C 对不对 他不会得到D 有一位他没有小于70 但是他有大于等于70 最后他会得到一个C 那这不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们要的是有Ls的 有Ls的 那这个就是刚刚的语法 你可以看到 你把它跟语法对起来 我们所谓的ESP就是指这一个 score大于等于90 这种东西 那block这里可以有大括号 可以没有大括号 那因为这里只有一条式子 只有一条式子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不用大括号 两条以上的话 你就必须要用大括号 OK 好 那这是if if 那我们就直接 用刚刚的范例 直接来测一下 好了 那我把这一段呢 就先 清掉 那我继续用这一个范例来做 好 那我一样 我就直接写 ifscore大于等于60 console.rightline 那这时候呢 我的score 等于75 好了 那这样我去执行 好 你会发现它运出几个 那如果我把score呢 设成 55 我再去执行 你会发现它运出不及格 但是呢 这里有个问题 那我的score如果希望说 它是用输入的怎么办 好 那这里可以了 这里有一个console.reline reline 然后呢 它会读入一个字串 读入一个字串 所以我现在呢 我叫scorestr好了 它等于console.reline 好 那这一个我就 就不能这样宣告了 我接下来宣告是 score等于什么呢 那我要把这个 这个东西它是个字串 请注意它的形态 是字串 这时候我如果想把它转成整数 我才可以比较整数的大小 如果你用字串去跟整数比大小 形态会错的 那我们可以比比看好了 我现在 我直接就 先做一个错的示范 我做一个错的示范 我直接说 ok score等于reline 然后我就直接拿score去跟60比大小 看看会怎么样 ok 那 好 有件事错误 有没有 你会看到它告诉你说 score是个字串 然后score大于等60 这是不行的 因为没有办法把 大于等于这个运算 套用在 一个是 一个是字串 一个是整数的 这两个不同形态上面 所以呢 你不能这样子做 我必须要这样子会比较清楚 int 这里有所谓 有一般形态的int 也有int32 int60 但是 我们可以直接 在csharp里面有一个 好处就是 它是物件导向的 而且它的基本元件 也会被包装成物件 基本的形态也会被包装成物件 所以我可以直接 互叫int的pars 这一个函数 这个pars就是说 我会把一个 字串转成 这种 这种形态 那int.pass 就是把一个字串转成整数 那如果说 float.pass 就是把一个字串转成 浮点数 OK 那这时候我就 score str 我把它pass pass完之后 它会取得一个真正的整数 那我们 再来用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 它在等我 它在等我干嘛 等我输入 对 等我输入 那我就写88 那你就会发现说 OK 它输出及格了 OK 我打88 它就输出及格 可是这样很怪 对不对 一开始它在等你 不知道它到底在等什么 这样设计不太好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应该先 先印出一下 请输入分数 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请输入分数 那这样子我们再去执行的时候 OK 你就知道它在等什么 你知道它在等什么 那这时候呢 我就写说 40 那它就运出不及格 OK 那这样会好一点点 好一点点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各位 可能 在C元里面 你会用到这个 ARGS 一些语言通常不叫ARGS 叫ARGV 对不对 ARGC ARGC是一个 整数是 到底总共有几个参数 ARGV呢 是 那个字串 OK 那但是在C-sharp里面 不用那么复杂 它只要一个参数 是字串阵列 就可以了 那这个字串阵列到底有几个元素呢 你直接从这个字 因为它是物件导向的 所以你直接打ARGS.lens 你就知道它有几个元素 所以呢 我 OK 待会再来处理这个ARG的问题 因为我们等一下做回圈的时候 会用这个来讲会更清楚 那我们就先 先用这种方法 读入一个分数 然后呢 你把它转成整数 然后去 去印出来 及格或不及格 那接下来各位的作业就是 我们现在不只要及格不及格 我们要你把它转成ABCD 就是刚刚那个 已经有的范例 只是你把它改一下 那一样用输入的方式 然后你把它转成ABCD 你的等地是 A还是B 还是C还是D 就这样 那请各位试试看 那我把我自己的完整的程式 我就